今天呢 我懒得洗臉了 actually 我洗过臉了 但是我懒得化妆了 所以我就化了一个口红 因为今天我想跟你们讲的这个呢 非常的重要 然后等我化完妆呢 我这种感觉可能就消失了 所以我想把握住这个时间 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们就脑补一下我化了妆的样子 首先先来讲一件事情 是这个频道改名了 现在呢叫维多之家 所以以后呢 我就想请大家想到这个频道的时候 想到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一个 共同的小家 这个家呢 是为你的内心的小孩 建立的一个有爱的 可以接纳全部的你的 这样一个新的家 一个新的集体 所以如果你是老朋友 没有了 那么就欢迎你在这个地方 接着成长 那如果你是新的朋友 就请你进到这个家来 从这个小门进来 找一个地方 坐下 关注 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 成长 给你的心里 灌满 满满的 爱 OK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 还是从我自身出发 讲一讲乳房的问题 那我自己呢 是在体检的时候 有查到过 小叶增生 就其实这个还不属于什么 真正的病 只是身体的一种 不适 但是 很多 后期的一些乳房的 真正的增生 包括 炎症 囊肿 癌症等等 可能都是从前期的一些小问题 发生的 所以 越早能够 去看这个问题是越好的 那我 第一次有注意到我的乳房有不舒服 是我在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比较挑剔的领导 脾气也比较暴躁 那当时我还比较年轻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要去忍受它 如果说别人能做这个职位 那我也能做 那我就要去 忍气吞声的按照他的要求去完成的事情 然后 就是当你接受了大量的别人的怒吼和坏的情绪的时候 嗯 你会有什么感觉 对于我来讲 听到那些 但是我又不能骂回去 嗯 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种 挣扎的刺痛的感觉 会在我的左边的胸这里 有的时候也会在我的子宫这里 就是感觉这些话 他们已经变成了实体性的攻击 就是有时候想到 或者在办公室那个环境下 我就感觉到这里和这里痛 它只是很短暂的 但是我能感觉到那种不舒服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 接触生命的重建 我还不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我就是 可能是带了不合适的内衣 或者就是憋的 只是一种直觉 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原因 好像这种感觉呢 嗯 自从它有了以后 它就没有消失过 它会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又重新被激发 它又会开始痛 然后尤其是在月经来之前 然后这个胸 尤其是我的左边 因为左边是代表我们女性的能量 然后右边是代表比较阳刚的男性能量 然后左边是更容易承受 忍受堆积一些情绪的 然后我其实我就我就一直不是很明白 就是我的胸为什么痛 因为我全身上下其实没有什么病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但是我的胸就是一个 你知道 一直存在的问题 它也没有发展的更严重 但是它也没有消失 所以我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那一开始呢 我的想法是 我讨厌自己的胸的长相 因为它不是那种标准的 像你们看过权力的游戏吗 就是里面有一个Lady Melisandre 那个红发的那个魔 那个女技师 对吧 然后它的胸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圆盘 很漂亮的那种向上的水滴形 但是我的胸呢 就是包括我们家里女人的胸 不是这种圆形的 是比较偏 锥形的 你看 所以就是看上去是 是 是比较像这种 就是细长的 没有这么圆润的 然后我就很不喜欢我的胸型 然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手这样多一多它 然后就感觉啊 这样才好看 然后只能真正放下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我的胸 然后一开始我以为 通过生命的重建 我认识到了我的自我批评 我的自我的不接受 我以为是这种感觉 让我的胸不舒服 所以我就试图在改变 我对胸形的看法 好 我就去查了资料 就发现 大家的胸形就是不一样的 不是所有人都是圆胸形 有的是肩胸形 有的是就是这样下垂的水滴行不行 而这种想法呢 就让我感觉好了一点 但是没有完全好 所以我在想 一定还有哪里漏了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书 它的身体 就是第十四章 关于乳房 它是怎么说的 好 给你们读一下 你看你的胸痛 有没有和这个关系 路易斯还说呢 乳房就是代表母性的准则 当乳房出现问题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我们 过于母性 母亲的责任之一 就是允许孩子要成长 我们需要知道 什么时候放手 什么时候不再去保护他们了 让他们自己 去过自己的人生 过度保护 会让别人无法处理 他们自己的事情 有时候 我们专恨的态度 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那如果患有癌症 说明还存在很深的怨恨 可能是怨恨自己 也有可能是对别人的怨恨 这个是十四章里面写的 但是这个 我读了以后就感觉 它不是在说我 我 读了以后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任何触动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书可能没有发现 我真正的问题 那今天 我就又去想这个事情 哎 结果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解释 在第十五章 一百三十四页 这又说了乳房的乳腺问题 包括 囊肿 增生 炎症 是拒绝给自己营养 把其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 过度的关爱别人 过度的保护别人 过度的同理心别人 过度的忍受 读到这儿 这好像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进去这个原因 你有读到和你有关的心理原因吗 我再读一次 拒绝给自己营养 这个营养也指拒绝给自己关爱 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放到比较靠后的位置 把其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 你总是过度的忍受 总是觉得 哎呀 他高不高兴啊 我这样做 他会不会生气啊 他会不会介意啊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 那我自己开不开心 过度的关爱别人 过度的照顾别人的情绪 过度的保护别人 过度的 你听到没有 这整个的心理原因 总结一下 就是我认为我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我没有任何价值 我认为别人不在意我 我认为我有责任 让别人开心 我认为我有责任 让别人过得舒心 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自己 先说一下解决办法是什么 新的思维模式是 我是重要的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听上去有点轻飘飘的吧 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吧 我是重要的 我对谁来讲是重要的 我对自己来讲是重要的 我有价值 我现在用爱心和快乐 关爱我自己 我允许别人是他们的样子 我不用为他们的情绪负责 我们都很安全 都很自由 这是路易斯海写的新的思维模式 那给你们读这个的意思 是因为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我心底里认为自己是不重要的 是没有价值的 是要放在别人后面的 这是我的潜意识 但是 我的表意识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一直以为别人是 不重要的 然后后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 宇宙永远不会放弃你的 如果你睁开眼睛 想要去找到你限制性思想的线索 找到你是怎么不爱自己的 他一定会帮你找到 那你找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就是这种醍醐灌顶 就是我这辈子干什么去了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一说 我的一些例子 OK 我是怎么发现的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胸 就是他不舒服了 他告诉了我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理一理 比如说去理发店 大家都去过吧 洗头发这个环节 我跟你们讲 如果那个理发师指甲比较长 他给我挠我头皮 我不喜欢 我从来不用指甲挠我自己的头皮 当他挠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 你不要挠了 但是我头里又会出现 其他很多的声音 比如说 哎呀 要不要跟他说呀 抓一抓吧 抓一下也挺好的 反正我从来也不抓 虽然有点疼 但是也没有什么事吧 反正也死不了 或者是 哎呀我要不要跟他说呀 包括调水温这件事情 之前的我 从来都不说 就是只要不是太冷 或者太烫 我是都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他刚调完 然后马上 我就觉得又有点热了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纠结 我说不说 你不是刚说过 雨有点太凉了吗 现在又太热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总会有这种 对于自己需求的 反复劝说 你有没有 你有的话请打一 我接下来说的这些例子 如果是你 就请你都打一 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的胸也不舒服 你就知道你把你自己 实际上放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个笑话 以前我说过这个 我不重要这个话题 然后我发到 我们维多之家的微信群里 其实不是一个笑话 是一个很心酸的事实 是这样的 有个姑娘说 我自己的价值感也很低 她去理发店理发 近视嘛 所以要把眼镜拿下来 等到理发师剪完了 说你看怎么样 她眼镜放在一边 她也够不着 理发师问她怎么样 她想也没想 看也没看 就说挺好的 很满意 实际上她近视 她啥也看不清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又心酸又好笑 又过于真实 所以这个姑娘 其实你想一想 她在日常生活里 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 过度忍受 过度的把自己 放在不重要的位置 害怕是个麻烦 害怕给别人增加负担 害怕自己的要求过分 你就想一想 她在生活中 她的自我的能量 肯定是萎缩的 就跟我一样 只不过我们程度不一样 或者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还有什么 我去按摩店的时候 我以前从来没有办过按摩店的卡 但是今年宇宙给了我一个启示 就是我要去调理中医 和去按摩 而这个地方呢 有的技师 他的态度吧 就是那种很 不专业的 他就喜欢 一边聊天 一边给我做按摩 可是我的需求 是我想到哪儿去 我就不要说话 我就这样放松的你给我按 按理来讲 正常的人 是吧 就说 我今天不想说话 咱们就按 就可以了 还是我的脑子里 就会有很多的 反复劝说 我就会说 哎呀 嗯 你要不要跟他说呀 我说了以后 他会不会不开心呀 那他要是憋着一肚子的话 他这个按摩的时候 态度会不会不好 他会不会把一些 负面的情绪 又通过手法 又回到我的身上 然后我就会 硬着头皮跟他聊 我也不好意思 跟别人说 去换一个技师 感觉这样以后 见他会不会每次都很尴尬 你们发现了吗 就是我的需求 我从来都是排到最后 我也不知道我是 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这些例子 还不够 还不够让我意识到 我的潜意识是什么 接着又发生了 其他的很多小事 但是在我们讲 这些小事之前 我想先 跟你们介绍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有力的 发现你潜意识的工具 叫ABC法则 具体来讲 是这样操作的 A是发生了一件事 B是你的信念 注意 这个是红色的 是最重要的 C是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 以及你的心情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A是我给了你一个苹果 让你吃 你的B 你的信念是 我很喜欢吃苹果 苹果对我身体好 我喜欢给我苹果的人 那么你的C 就是你很开心的 吃了这个苹果 还感谢了我 到这里都清楚吧 好 现在把这个B换一下 你的信念是 我最讨厌的食物 就是苹果 苹果对我来讲 就像是毒药一样 就像是大便一样恶心 OK 这个时候 有人给你一个苹果 让你吃 你的感觉会是什么 你一讨厌这个苹果 二讨厌这个人 三怀疑你和他之间的友情 所以 B 你发现了吗 是这个等式里面 唯一变化的地方 同样的事情 B不一样 你的C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 想想这个ABC啊 有一次呢 我去和一个摄影师合作 他帮我拍写真 中间 我们要换一下口红的颜色 我就赶紧的把我之前那个擦掉 然后我的卸妆的动作 被我的另外一个陪我去的朋友看到了 他说 你慢一点啊 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的粗暴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慢慢擦吗 完美一下 就击中了我 然后又在想 是啊 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着急呢 所以你们看 这个A就是 OK 我们现在需要换唇色 C是 我就赶紧擦掉了 甚至我的动作看上去有一些 对自己粗鲁 所以你们想想我的B是什么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自尊自爱的 照顾自己情绪和感受的人 你会这么快的擦掉你的口红吗 你会这么着急的急躁的 甚至有点粗暴的 这样擦吗 实际上我的想法是 我不能耽误那个摄影师的时间 他可能下面还有其他的客户 但是我都没有意识到 我就是他现在的客户呀 那我这么着急 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催着赶自己 就是为了让别人能够开心 能够帮别人争取一点时间呢 我把我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了 You know 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细想 你也细想 你就发现了 你掩藏的B 到底是什么 还有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要一个打包盒 他拿过来那个打包盒的时候 我手上正好有别的吃的东西 我就想赶紧把他手里那个东西接下来 我不想让他等 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慢 或者是我不想耽误他的时间 就是我这种过分的同理心 我看到那个餐厅里面很多人 他很忙 我就不想耽误他甚至多一两秒的时间 等我把手里的吃的放下 擦一下手 然后再把那个接过来 所以我手上当时还有油呢 我就直接把那个接过来 后期我再自己去擦外卖和尚的那个油 这些小事啊 我相信你如果看到这了 那你也一定有 就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每一件事都在体现你的潜意识 这些潜意识若是不滋养你的那一种 你的秘密就会出现信号 提醒你 是时间关照自己了 就我真的 我一直以来以为我是一个冷漠的人 就我是属于 嗯 童年时期 情感被忽视的那种小孩 然后由此以来 我就发展出了强大的同理心 去同理别人 因为我觉得 如果 我就会觉得 如果没有人能够同理我的感觉 那么 其实我非常清楚 我希望 怎样被对待 所以我就会用那种 我希望被对待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 但是我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对待自己 而且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去对待自己 不然后来我的 平衡 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身和心永远是相互连接的 或者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让你去判断 你是把自己放在 前面 还是把你的朋友放在前面 我的朋友圈里 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来找我 倾诉 就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可能百分之 九十都是我的朋友在跟我说 而我很少 会提到我自己的生活 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 必要 要说 而我更不会把我的烦恼 说给他们听 再讲实在的 我没有什么烦恼 我的烦恼主要就是来自于我 自己的问题 就是 我的生活 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 很早就开始独立自理的人 然后我也知道我生活中一切的问题 其实都是从我的思想来的 所以我 我不会去抱怨 我也很少跟我的朋友去咨询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很自信 很明白我的生活的人 我不会把 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期待他们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不期待他们能够安慰我 让我感觉好一点 就是我的童年经历告诉了我 我不能够依赖别人 我也不需要别人 我不需要把我的烦恼和脆弱展现给别人 一个根源性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没有人 care nobody cares about me 所以你们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我的小夜有增生吗 就是我也不在乎别人 我也认为这个世界不在乎我 所以就会有经常的那种空虚感 有一种和这个世界失联的感觉 有时候呢 你举两个例子 什么叫空虚感 第一个例子 在这个频道上 你们会给我很多很暖心的评论 但是有一段时间 我看到这些评论 我没有一点 真实的感觉 就是它就只是一段话 但是我想象不到屏幕前的你的样子 我也感受不到你们对我的爱 就是我自己成爱的那个小杯子 特别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我能感受到的也就这么一点 就算你们给我带来五六升的爱 可能我能接收的也就是一把毫升这样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 小明就躺在我的旁边 把灯关上 准备入睡 但是我就感觉 我身边好像没有人一样 就好像我把我自己锁在那个小世界里 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互通的 因为我很难描述 我当时是在经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包括我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情绪 就比如说当我教意大利语课的时候 因为是网课 可以看到每一个小格同学们的表情 如果有一些同学的表情是没有百分之百投入的 可能看上去有一些不耐烦 或者是生气 或者是就只是没有笑而已 在我脑子里 它就会演化成一个巨大的红旗的警示标 然后我的脑袋这个时候 就不会完全集中在教学上 它会分出一部分的精力 来让我去讲笑话 调节气氛 让这个同学参与进来 就是在我的脑子里 我不能容许别人 在我组织的活动下不开心 我总是想要尽力的让每一个人开心 取悦在我场子里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话会让我 其实很累 但是当时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累 那我现在才意识到 好这一期视频啊 就是一种 骑虎灌顶 毛色顿开 天打雷鸣般 whatever fuck 就是 我觉得我活了这么多年 才算把这个地方活明白了 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我们做的 也是一个线上的冥想活动 然后当时呢 就有一个同学 看上去就不是特别的开心 然后整场活动下来呢 我感觉我的注意力 很多时候都集中在这个同学身上 我在想 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是不是我讲话还不够轻松 幽默 有煽动性 让他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等到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 我就始终感觉 我的精神没有集中在那件事情上 我就一直在关注 那个人的表情 那个人的嘴角 有没有上扬 然后就真的好累啊 然后就跟小明说了这件事情 小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就明白了 他说 你不用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是他选择来到那个冥想活动的 是他选择他的情绪的 其实你做不了任何事情 这不是你的责任 不是你的义务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就把一句话 写在了我的正能量银行里 就是 I can't make everyone happy I don't need to make anyone happy I am only responsible for myself I choose to be happy 当我写下那句话的时候 那件事情 其实就再也没有困扰到我 就当我意识到 别人的情绪不是我的问题 你们知道这种自由感吗 就是你去到哪里 你再也不用担心 然后这个人喜不喜欢我 这个人看上去 好像不是很欣赏我 就是去你妈的吧 Fuck 就是把所有的你的能量 本来放出去的 是给别人的 让他们去判断你够不够好 你这一刻 全都收回来了 这感觉就是 老子说了算就行了 就是我说了算就行了 喜欢我的 你们就喜欢我 不喜欢我的 我也不会求着你喜欢我 更不会戴着面具 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 就是为了 让你接受我 Fuck that Fuck that Fuck that 越有满满的生命能量 如果你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被吸干了 就是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你总是觉得你自己 你也不像你自己 你有各种的 嗯 就是 Suck you dry的那种想法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臭干了 你觉得 你觉得 就好像是 你把所有评判你的标准 都给了别人 来 这里 来 你用这个 你可以说说 你喜不喜欢我 来 给你说说这个 你看你喜不喜欢我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能量 你都拱手交给别人了 然后呢 真正的裁判 本来应该是你自己 你说OK就OK了 然后你这一天 就可以过得很有能量 关键是 你把它们都给别人了 好了 这个人皱一下眉 这个人撇一下嘴 完了 这一天 看看你这两个评委 这个态度 实际上 他们可能只是 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所以这一天 表现的情绪不太好 你呢 就以为你是这个 评判的中心 你以他们的一个表情 审判了你这一天的情绪 这个就是把别人 放在你之前 放在你的位置之上 这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自我了 就是你没有办法 活出自我了 因为你的评判权 都给别人了 你给自己 一点评审的权利都没有 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过度的 同理心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没有 获得那种 我想要同理心 所以我就特别会问 别人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同理心 就是属于正常 可能是有这么多 然后我的同理心 就啪 就这样溢出来 关键是没有一点 溢到我自己心里 当我跟陌生人 聊天的时候 我甚至能够 通过我的提问方式 让他聊到他 从来可能 没有跟他任何一个朋友 提到的他的 内心的事情 甚至是一些 不太好的情绪 他们就可以完全的 卸下心门 因为我就是这么 让他们感觉到 放松 让他们感觉到 这个人真的care 我可以跟他讲 他也不会judge我 然后有的时候 我就会过度的利用 就是过度的延展 这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延展到 我感觉我的生命能量 在萎缩 因为我前段时间 开始了一对一的咨询 那在我看来 像这种咨询 是需要很多的 同理心和理解 你才能够真正的站到 我才能够真正的站到 他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我再去想 如果我是他 我现在需要听到什么话 我就不断地在利用这种 换位的感觉 去理解他 但实际上 这种事情做得多了 对我来讲 是一个能量上的浩劫 就是我的那种做法 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我在用我的能量 去相当于输血一样 输给别人 那是不OK的 因为这种感觉 就像是牺牲 而不是影响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然后后来我明白了 为什么有时候 我做完咨询这么累 就是因为我整个过程 我都是过于关注 同理别人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 我又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 去同理我自己 然后有时候就会有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有同理心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理解我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过度输出了以后 我就会想要索取 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这种想要索取的感觉 不是咨询付了费用 就可以弥补的东西 因为钱这个东西 它就只是钱而已 但是我心里需要那种东西 是只能从心里获取的 所以我明白这个事情以后 这里也想插一句 给所有的心里的工作者 就是你的工作 不是输血式的帮助 你的工作是 像太阳一样 是启发式的 影响式的 是照射式的 是因为你懂得爱自己 你懂得生活的快乐 你懂得做自己 接纳自己的那种勇气和力量 然后你就映照了别人 别人也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而不是 你懂吗 就是太阳它从来不会因为 给了你一些阳光 自己就变得愈发枯萎了 反而是它不断的在放射放射放射 它本来就是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到这样一个人 你就会觉得 我也好想成为他 我也好想靠近他 我也想拥有他的那种能量 是这种感觉 所以心里工作者 其实你的心理健康是你工作 能不能顺利进行的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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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指标 就除了你的专业能力以外 你过得好不好 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如果你自己的个人能量 是膨胀的 扩张的 积极的 是充满自我关怀的 你认为你的来访者 从你身上学不到东西吗 他一定能学到东西的 这个是我最近 在我分析了我的秘密的问题 然后再分析我的心理问题 再到我最近 怎么用在我的工作上 除了一对一以外 包括以后的 像线上的这种活动 甚至包括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我就会把真正的注意力 放在我今天能给你们什么 而不是像之前 我就会在挑剔自己上面 花费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摄像机的摆设 像之前我就会纠结很久 有没有双下巴 这个装画的怎么样 今天就是fuck it I just wanna share this Let's fucking share it 想分享的时候就分享 那个镜头 就是要把握住 至于我看起来怎么样 反正你们能脑补是吧 化妆不化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做什么 这一期视频我想给你们带去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之前就忽略了 所以我还想做一期视频 就是去讲一讲我没有获得更大成功的原因 就是我的视频我感觉在 近一年进入了一个比较迟缓的平台期 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 其实和我的这种我认为我自己不重要的想法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认为我不重要 那么我认为我的视频产出也不重要 可能没有人看 没有人喜欢 并不能够吸引别人 也不能帮到别人 就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 其实就是你 你爱你自己吗 你相信这个世界吗 就是如果你爱自己 你就想一下 你有没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或者是偶像 你会觉得 我不用他做什么 我就想给他最好的祝福 我就是想让他幸福的活着 这个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态度 但是我们常常对自己呢 会给自己很多的要求 哎呀我还不够瘦 不够好 不够优秀 不够有条理 不够有逻辑 这个相机快要没电了 我不知道这一期能录到什么地方 Anyways 还有一些我看到的话 这个就放在下一期讲成功的地方讲 所以这一期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的乳房也会给你一些提示 那么除了去做医学上面必要的去检查复查以外 也想一想这些心理成因有多少是说到你的 用这个ABC的方法你去排除一下 遇到什么事情 我的做法是什么 想一想 那我的潜意识可能是什么 可能你在童年是被忽视的 可能你的情感取消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可能你从小要被叫让让弟弟让让妹妹 你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牺牲者的位置 总是让自己过度的忍受 过度的伪装 过度的扮演那个同情别人的角色 你都忘了你自己也很重要 所以 如果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启发 请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写下一句新的积极宣言 也就是说 你愿意相信你自己是重要的 你愿意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 用你自己的话去说 那么看完这期视频有启发 但是还想要和我更深一步的进行讨论 那么就请联系我 做一对一的咨询 我和你一起来发现 你的成长过程中 是怎么样逐渐形成这个B的 你发现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改写你的人生 你就不用总是活得这么憋屈 这么萎缩 这么能量被抽干的状态 其实必变了 你就变了 所以 Please 联系我 OK 联系我的方式在下面可以找到 评论或者是简介里面 总而言之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需要的你 也希望 一对一的时候 我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帮到你 因为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它影响你整个人生的质量 我发现了这个秘诀 我现在想要share给整个世界 包括你 所以最后呢 感谢你来到 维多之家 这里 给你们留个位置 坐在我的肩膀上 OK Bye 宇宙爱你 记得 爱你自己 Bye 再给你额头亲一个 再见 谢谢观看